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选择恐惧症 比如10万左右的家用车 市面上这个层次的车型很多 当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日系车 说到日系车 其优势自然是有的 性价比高 省油 提速快 发动机好等等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认为 日系车有一大致命的性格 缺陷就是太脆扛不了伤害 一个不经意的小事故 就可能让汽车整体变形 众说翻云 有好有坏 其实在这个价位的国产车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一定非要让自己 在某个层次众多的车型当中去选择 有些车型直接让你一步到位 哈佛H6 定位都市智能SUV 这款车强悍在什么地方呢 无论是豪华程度 车内空间 智能科技 安全性数 都是处于免心水平的 最重要的 还是性价比特别高 哈佛H6的外观 在保留了SUV 硬朗 阳刚风格的同时 更加注重细节设计 融入更多时尚 以及豪华的元素 它给了一种优雅的感觉 车身尺寸达到 4640乘以1825乘以1690毫米 轴距达到2680毫米 超越同及SUV的超大空间 给家人带来舒适便利多功能的自由享受 哈佛H6标配的大灯高度调节 大灯延时关闭 方向盘四项调节 双安全气囊 后排空调车风投奖配置 而高配车型中 还带有静速巡航系统 智能语音GPS导环系统 智能语刷和电关控制 测气囊及前后一体式测安全气链 ESP电子稳定系统 及胎压监测系统等 智能及便利化配置 真的是花了十几万想买个车 结果真的是一步到位了 基本满足了对豪车的幻想 买这车真的是买对了 一般想到SUV都会觉得 价格会比一般的家民轿车贵很多 又不想凑合 又受不了高价位 那这车就值了